今天我們要來示範 怎麼樣子在Mac裡面安裝Blender 然後怎麼樣子使用Blender 首先我在用Google瀏覽器 打入Blender 這時候我會進到Blender的官方網站 這裡有一個Blender 2.73a 這是最新版本 我們可以去下載 到了這邊之後 我們就會得到一個Zip檔 這個Zip檔 基本上我們選這個USA就會下載 這時候它會下載 其實我已經下載過一個版本 所以這邊就不用再重新下載 這邊是我已經下載好的版本 那我就選擇在Finder中顯示 在Mac裡面的Finder 基本上就類似檔案總管 所以我在這邊選擇 在這邊顯示 你會看到這個Zip檔 這個Zip檔我把它解壓說 OK其實它就會跑出一個Blender 2的資料夾 這個其實我剛剛就解壓說過了 不對它應該是跑出一個Blender的資料夾 剛剛解壓了兩次 所以就Blender 2和3 那我這裡就把這個東西先做卡貝 請不要做複製 複製它會在這裡做出一份新的 做卡貝 然後把這個東西放到我的桌面上去 這樣以後我就可以在Finder的桌面這邊 找到這個Blender 那進來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開啟Blender 那一旦開啟了Blender 我們就會發現 跟之前的東西是一樣的 那這個Blender 你可以在這邊選 選這個選項 選項 把它保留在Duck上 這樣子它以後就都會出現在這裡 這樣就不用常常去裡面找 那有了Blender在這上面之後呢 進來之後我們就可以開始使用 那使用的時候必須要注意的一件事情是 如果我現在在輸入法是在注音或其他的中文模式的話呢 那我的GSR就會沒辦法使用 我按GSR這些快捷鍵就會沒效 我必須要把它切到美式英文上面 我的GSR這些鍵 才會有用 OK 那 一旦比如說我離開 然後我進入這邊編輯 OK 然後我把它存檔 存檔的時候呢 到底應該存在哪裡呢 一般來講 我們可以存在 存在 Document底下 在這裡 我們會看到 預設的這邊呢 我們會有 一進來的時候 會在你的資料夾的裡面 這裡 那在這裡呢 這是應用程式 這是桌面 這是文件 那一般來講 如果我們要存檔 可能是文件比較適合 那我就在這邊再存一個 test2.blend 我把它存起來 好 存好之後 我們如果把blend關掉 那這時候呢 我們在這一個 這一個Finder裡面 我們去找文件的時候 你會看到這裡有一個 test2.blend 然後呢 OK 這個程式 喔 因為我們剛剛的 關聯程式 已經被 被刪除掉 所以 所以我們 必須要 在 OK 這個blend 已經被刪除掉 OK 這一個才是新的 好 OK 現在我們得到一個新的了 那剛剛那個關聯程式 已經被丟到垃圾頭 把它移開 好 這個呢 才是新的 好 那所以 記得 當你打開的時候 欸 這裡 是我 碰到的一個問題 我們可能必須要把它的關聯重設 我現在還不會設 所以等我找到之後 我們再來解決這個問題 不過如果我們用這一個應該就可以了 要怎麼把它變成 預設呢 這是我現在說不會的 OK 那目前就先示範到這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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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